打高端後還得再多打兩劑疫苗 衛福部承認程序上確實是重打 但強調這不代表高端沒效力 打兩劑高端到底算什麼 柯文哲給這個定義 0加1等於1 是的 諷刺打高端就等於是那個0 藍軍痛批沒做實驗 就讓高端任意混打 是草菅人命 到底高端混打有什麼根據 沒有什麼科學的數據 高端這個混打基本是HIP 當然的一個決定 不用科學根據就要混打 陳時中這段話 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 高端打兩劑了 再補兩劑出國出問題 我陳時中負責 這樣嗎 我沒有辦法負責 沒有辦法負責 這樣要打什麼嗎 他有要害救濟 網友傻眼大罵 這是直接不演了 還是我就爛的整人辦 當初硬推高端都不用負責嗎 耍無賴 他下的命令 然後出了事情 他說他不要負責 尤其是老百姓的錢 等於說如果你打了有問題 台灣人替你賠 有這個到你嗎 所有的這些相關的政策 我們中文官都負政治的責任 更有媒體驚爆 高端竟然出現集氣品 有3匹高端疫苗 有效期全部都在11月底前 24萬劑就快要過期 這些集氣疫苗到底給誰打 我知道到今年 大概有800劑吧 我所知道的 那是在地方政府的手上 在我們的擴存那樣 蔡政府一路護航高端 打高端便白打 打混打出事 政府還沒人扛 這讓百姓如何接受 記者楊奇浩 水光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或許同學 內容 2019年 本月 香港 公盤 在 英文 雅 林 市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